好连高中三年级的李威逸同学代表台湾前往韩国参加2023世界数学邀请赛韩国总决赛 荣获高中组的金牌 而日前在妈妈的陪同下接受市长魏佳燕 以及代表会主席李政伟代表庄一杰的表扬 并颁发奖金 恭喜他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 同时为花莲争取荣耀 扬名国际成为台湾之光 李威逸同学带着金牌和奖状向市长魏佳燕分享荣耀 他也提到了第一次参加国际级比赛 和各国好手同场竞技非常令人振奋 他也开拓视野让自己努力上前 就是从小时候我就发现我对数字就很有感觉 所以后来就一直算 然后就看到数学我也不会很讨厌他 所以我就一直写 然后就写得越来越有成就感 后来就喜欢上数学这样 感觉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会很紧张 因为就是你也不知道 到底其他国家的水平到底是如何 就是会觉得会不会自己就有点 就是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强之类的 最大的感想就是我觉得算这是拿到金牌了 但是就是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还是有不会的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加油 就是要继续努力往数学这个方面继续专研下去 市长魏佳燕恭喜李威逸同学在国际赛事中拔的头筹 不仅实现自己目标也成为花莲之光台湾之光 未来也期盼李同学在数学领域可以持续经济成为台湾的顶阶人才 今天跟李同学我们在之前也是透过庄代表 庄一杰代表的跟我说 说李同学得了我们世界数学的第一名 真的非常不简单 尤其在花莲 那刚刚有聊到 我们其实是比较自然的方式在聊天 那其实可以想到 他说其实以后要当数学老师 但是我想他可能可以更为了我们 不管是国家的一些科学 国家的一些科技 可以朝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来 那当然未来也希望说 他有任何的志向都持续的迈步向前 那最后其实也刚刚也跟妈妈聊到 妈妈非常的严厉 那在这边真的是每一位妈妈都非常的辛苦 那在这边也期盼李同学持续的 朝着人生的自己的方向去前进 那未来或许在国家上面 可以帮助国家有很大的 不管是在科技啊 不管是在数学或是任何的各行各业 我相信都是一个顶尖的行业 李渭一同学从小热衷数学 这一次在中华数学协会主办的台湾选拔赛当中 取得代表台湾出赛资格 前往韩国参加国际赛 终于在25个国家 2000多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第一次参赛就勇夺高中属金牌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学子优异的竞争实力 谢谢李慧欢师报道